你的解脱 让众生你哭得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阿弥陀佛 如果各位要知道上一节课 任众切讲的转心思思为如何如何 那就是在刚博巴大师的解脱庄严保论 那我写得非常详细 或是李宗盛 来的是普贤行愿 普贤上师研教 那是很固定的 那在我们汉从佛教 内容可能比较丰富 就像各位看很多大乘经典 什么叫慈心 写得非常的十条 二十条 什么叫悲心 还有这些形象 让我们实际去观修 当然如果要讲到空性 那就像各位看心经 你会觉得里面描述了很多 但是如果你在看大博尔经 那描述了更细 那我的想法是说 这两个如果合起来 你就比较容易作业 比如说 如何达到明空 如何达到空性 那显教的经典 它是很维系的 细目写的一条一条一条 那这样你来 就像我上回发给各位 祖物盖章菩萨四十八 就是各种发心 那是在华音经里面 它会写得很 每一个次第 那你怎么去做 不但如此 经又变成借条 借条 那这个借条 多少借条 多少借条 那这样对我们 汉人很容易了解 但是汉人唯一 缺的就是 这人不切讲究的 官修 但是这个官修 在我们汉人教 上回也发给各位 超日月明三昧经 还是 各位去看 很多的首论言三昧 论且经 都写得很清楚 但是如何把这个清楚 在荣入仪 你从 墨切身上 他们遇到这种官修 比如说 比如说心经 像我已经习惯了 各位都听我讲过 心经禅修 那是我的功课 因为这是 卢旭长老规定了 所以对我来讲 我每天都要把 这些 官修一次 官修一次 当然也要跟日常生活 相对应 就说今天忙了一天 就像我们超度 大蒙山 最后会回归 波尔心经 虽然我们做了很多 利他的修行 但是你要 你要融入于空性 法界一体的空性 那这些功课 老实说 做一个修行人 特别出家人 是一定要做的 因为 你不能随便挂牌 做医生 让我们出家人 出家 没有世间的这些金钱 家庭种种的困扰 那我们必须要 把它实际去做 就像我个人 我永远都在整理 经典里面的重点 那我自己也观修过 然后再拿来讲给别人听 对我自己就帮助大一点 因为毕竟一个出家人 他必须在这方面努力 就像当然佛学院里面 就是台湾的佛学院 这几年来比较重论 也研究了很多的论 这可能跟被藏传佛教 有一点影响 缺乏对经的 所以除了一些老和尚 特别讲讲经 但是又中到论 中到论的时候 我个人会觉得 少了佛陀直接的加持 因为 就像我们今天听 仁波界讲 这些理论都非常好 但是呢 这变成一个上师的加持 你可以用 但是我的想法是 把这样子观修的用 又回归到经典 把华言经 把地藏经 都变成一种正念真知也好 变成一种立体的也好 实修 那特别我们汉传佛教师 我比如说你念阿弥陀佛 那你要把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成为你的观修跟愿力 去实践 就像你念大悲咒 他教你怎么样 生气什么心 发什么愿 而且念大悲咒的时候 六道众生的苦能够消除 如何如何 那当然 最后的目的 他要我们画在 实际的待人节悟 日常生活 这一点在藏传佛教 可能没办法强调太多 因为大部分都是学院派 我煽动的 与其修行者 所以 以目前的社会的多元化 那 因为他们这个是靠传承 这个传承就是 就是从古到现在 同样这一部书 这个论在看 而且尊重传承 那以目前的社会来讲 可能各位就都要结合这些 结合这些 所以因为我们用了比较现代化 复杂的社会 但是也 当然 汉传佛教没有 我个人是认为 每天你都可以观修 但也不要太长一个钟头 但是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是 在实际的利他 在利他的行为当中 完成消我之的 实修 就像强调波罗米一样 你必须不断地去布施 但是不要忘了布施 是为了消除我之所生出来的谦谈 而不要去享受 那个布施的这种快乐 不然的话就变成一种福报 福德 完全跟功德没关系 那如果你没有功德 我想 让各位知道的是 只有你自己会知道 烦恼又来了 不高兴 灰心 跟人家吵架 抱怨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 不管你有做事没做事 在家出家 基本上涅槃极尽是需要的 这个极尽的心态 在南传佛教讲得很清楚 诸行无常 有受皆苦 诸法无我 你要经常去 按照的某些讲的 这样去闻思修 去实践 事实上是如此 所以根本没有一个 一个我好起心动念的机会 再来是因为按照戒律 离开了平静 离开了空性 也不符合戒律 就像金刚经说的 因无所住 那这一点 就是我们必须自己告诉自己 那我现在是要把经典里面提到 比如说 当然各位看佛教的书 它很容易一直讲菩提心 讲空性 但是有些人还是一头雾水 所以它必须透过 当然如果你愿意看 论也可以 但是论在这一点 我们汉人强调的是大自主论 一切实地论 比较强 而且分类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但是在经典里面也写了很多很多很多 平常我发给各位一本一本 然后各位当然最好能够看 因为我也知道 整部经典各位看 我看很多人 大概没时间吧 特别在家菩萨 你要忙可以忙不完 然后你要自己会分配时间 因为我比较开始出家的 这前几年 我是规定我每天早上都在看经典 我下午谁知道我做什么事我都去 但是我把它分得很清楚 半空半渡 但是因为最近就忙起来 但是还是要把握 所以我很喜欢一个人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 我进了房间我就不聊天 因为我还有时间 你知道你自己要安排 当然你进了房间一个人 因为你要看手机看到天亮也可以啊 还是忙不完的事情 但是至少每天 至少一个钟头不离开经典 我常讲一句话 经典就是你跟佛陀在说话 佛陀直接在跟你说话 不管你看爱不经 菩萨因落经 华手经 我喜欢看这些 因为都是属于菩萨的经典 里面永远提到空性跟菩提性 永远 因为所有菩萨的经典 他一定要强调空性 大悲性菩提性 所以 当然对你来讲 你就按照这个经典去观修可以 因为按照经典观修 他等于说佛在加持 你只要很认真 就像各位都知道 念一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在加持 念个往生做 阿弥陀佛就在你头顶 直接加持 你何况 你直接在观修 用菩提心在诵地藏经 记住啊 用菩提心 佛的心叫菩提心 菩提心讲来讲去 就是佛的心 所以你要了解佛陀的心态 直接在加持 所以我也很希望各位下回送 地藏经阿弥陀经可以念慢一点 就是说 叫陆观修 大家慢慢念 佛说阿弥慢慢 用一种愿来念阿弥陀经 而不是在念几遍的阿弥陀经 当然念几遍那个还是要修 那个有念经的功德 但是只是说 希望 你跟这一部经完全相应 因为你在观修 你在知道 就像讲经也是一种观修 如果各位老和尚在讲经 你就一步一步经地好好听 然后很深刻 老和尚就要解释得很清楚 如果你听多一点 可能就是慧性老法师 因为特别他在讲菩萨的 菩萨界的这一些 他讲了 我为什么讲慧性老法师 因为他不偏哪一派 这一点比较重要 当然如果偏了一派 在讲经的话 可能他有一个主观思想 要引导你走哪一边 你可以参考了 那如果你要研究 无量寿经 信犯老法师的 讲得非常圆满 而且我这样看 我都认为对方 在与我的肤浅 当然我都已经肯定 对方是发菩提心 我才会看这个人的经典 所做的诠释 比如说他解释《无量寿经》 他解释《阿弥陀经》 我不以知名度为主 因为我们是修菩提心的人 菩提心对万法没有分别 对法门没有分别 就像刚刚任末协讲的话 就是你要修官修 你一定要遵守三寸的戒律 就尊重 这句话很重要 不能说只站在无上于切 然后你就没有遵守戒律 吃肉 如何如何 这样子不符合的 所以在这一点就是说 把藏传佛教观修的方法 拿来汉传佛教看经典 因为汉传佛教的经典 有时候比较纯粹学术的解释 它变成一种平面 但是如果加上去观修 它就变成立体的 立体的 当然不是说汉人没有 从文字般若到观照般若到诗相般若 这个也是叫你要观修 因为观照般若 只是在古时候 可能就像我们天台中 讲到天台 它就很多要禅修观修 但是后来又 把天台中当作比较学术 比较深了一点以后 很多人又抓不到它的方法 因为就觉得格格不入 那藏传佛教的优点 就是说就像任某切 今天讲的这些 转心事法 日修想满人生 很多年轻人 他觉得很短 他就可以背下来 他可能会 就按照这个次第 这样去修 但是他又变成很狭隘 为什么因为卡在这个法里面 他忘了这个法是为了利益众生 为了呈现你做一个先生 你要怎么做 做一个太太 你要怎么做 做一个法师 你要怎么做的缘起 所以你会看到 听到很多人修家行 修到后来离婚 不跟先生在一起 大家关心关心格格不入 因为他又完全对这个法的热衷 这样 因为法是一个方便 万法都是方便 不能执着的 他只是对峙你的内心 增加你的菩提心 而不是跟社会格格不入 这一点当然也要注意 所以我现在按照 大萨哲泥前子所说经 当然各位 我发现很多书里面都这样写 这里面讲说 那什么叫发菩提心 这样而已 什么叫发菩提心 所以明后天 我可能会教给他们 印给各位 就是至少我们每天 大家念一章也好吧 你可以拿这个来观修 菩萨成就十二种圣法 才叫发无上菩提心 第一个 安稳心 就是我决定 让所有众生都得到快乐 这个事实上是慈心的意思 刚刚任波切最强调 叫慈无量心 所以我决定要给众生安乐 就让安稳 就像你永远都不缺钱 你永远都快乐 那这样叫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包含这个 就是安稳众生 第二个 敏念心 那虽然我给对方快乐 但是对方来杀我 骂我 我一定要能够忍 刚才能够想发起强力的菩提心 然后安忍 这样才会进入明空之心 那我想讲破我值也好 讲明空也好 讲空性也好 目的就是要让你圆满菩提心 因为有了这些果子 那你不可能有菩提心 所以除了要给众生安稳 他来伤害你 你要能够忍 还要继续保护他 保护他 不升起退转 没有别的想法 那这个叫发菩提心 所以就像这个人精神病了 打你 就像老人失智症 到处拿大小便 全家弄翻了 你呢 圣神里面讲的不是这个 这是故意来造 他恶来讲 你要去放生 你要做焉供 他起了恶意 扣在你头上 那你都能够忍下来 我还要继续保护你 没有生别的想法 这叫发菩提心 那我这样讲 再告诉各位 这是汉传经典的 很好的那一部分 他跟你写得很细 什么叫慈心 什么叫悲心 你可以按照这样去做 当然 如果你进入很多 大乘的经典 当然你讲空性明空 那你一定要是观修金刚经吧 心经金刚经是最最简单的 就像我经常做 如果一个人 懂得心经金刚经的意思 再懂得地藏经 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 药师经 那他没问题了 他一定上品 往生净土将来成佛 就像我讲的很简单 一个人了解心经跟地藏经 他没问题了 他去修 没问题了 当然 但是做个菩萨不能如此 做个菩萨 但是 众生需要什么 我就应该要知道什么 这一点很重要 第三个 大悲心 什么叫大悲心 经典这样解释 为了呵护众生痛苦的大众丹故 所以所有如母有情众生对我们恩 但是他们却都在生死轮回 这样子的痛苦 我要来承担 这才叫大悲心 那有了这个大悲心 才叫真的发菩提心 所以各位听我这么说 每一条都是戒律 那你要知道 这个就是我修菩萨界的戒律 我都要去做 第四个 大悲心 为拔除一切众生 脱离三恶道苦固 也不让他们有一点点痛苦 所以一定要完全的拔除 他们恶道的痛苦 然后 生起这个大悲心 名为发菩提心 第五个 清净心 这个清净不是讲空 它是说 对于其他的修行 就是说 我想要修个人解脱的恶秤 还是对于余秤天秤 我想升天 我想做富贵人 那是我想正路解脱 对于其他的修行的法门 不生怨要故 绝对不会想说 我想要升天 或是我想要得富贵 解脱而已 我唯一一条路 就是要让所有众生都成佛 发无上品 菩提心 这个叫清净心 就叫清净发菩提心 永不退转 第六个 无染心 没有污染的意思 为离开一切烦恼 着顾 发菩提心 那这次讲的是处理心 你自己不能有一点点 贪 称痴痴 与嫉妒 嫉妒 邪见 种种烦恼 我在这边也希望各位互相帮助一下对方 千万不能说 反正我不跟他说 说了也没用 说是你该做的 因为你慈悲 佛教里面讲 知而不说大汪 你知道你这个同事 你知道这位法师也好 我们同样都是出家人 乃是各位你已经在做联络了 这位法师还生气 这位法师有什么烦恼 你可以很恭敬地跟他说 因为人看不到自己 当然一个觉性比较高了 他知道自己有什么烦恼 不然你就会脱离菩提心 法师受戒回来了 大家要互相鼓励法师 你还有这个问题 你还有这个问题 有些不是故意的 那有一些是他的习性 有些是他本来这个烦恼 就很重 很重钱 所以不能违逆他的心态 等等等等 这些你要跟他说了 所以菩萨要为离一切烦恼 污着顾 要发起这个清净心 才叫发菩提心 第七 光明心 这个就讲明空 为求无上自信清净光明照顾 念一下 那么清净法身 毕如遮那佛 各位你要经常 所以座 或是你要念大光明座 你念这个奏也可以帮你 到达那个心 就像我为了要修持非心 念 我为了要帮助 圆满要是佛的十二大愿 我念要是重 那可以 就是为了要达到这种光明心 为求无上自信清净光明 这后面还加一个是照 什么叫照 太阳升起来 黑暗就消除 目的是为了对方 清净法身 毕如遮那佛 光明遍照 法界众生 你要这样念 我是这样修的 我每次念到这样的时候 所以我最近写了四行字 来 念一下 谁入极境 谁就是佛 光明遍照 法界众生 所以你一定要达到 寂静 自信清净光明 你才可以造幽闽众生 包括各位 念点灯起用文 当然你也要这样观想 所以为达如此 是要达到这种光明心变照 那这样才叫发菩提心 你不能有暗顿 杂染 残缺 不然就不圆满 所以当然这样讲 就不会跟他 能不能发起 广大菩提心 发起 在安忍的力量 让自己达到这种 明空清净 因为明空清净 是空是本体 明是变照 我们叫 长极光净土 所以能够寂静 才能够变照一切 你清净了 才能够利益众生 那这样来发起菩提心 第八 幻化的话 叫幻心 能诸一切法 能知道一切法 究竟不存在 一切法 究竟无物 根本没有一个存在 故 所以发菩提心 所以 凡所有法 一切有为法 如幻如化 这个要养成习惯 因为菩萨必须了解一切法的真实相 你不能跳过去 这个房间 这个山 各位看到这个树 吹到这个冷气 看到这个摄影师 前面这个人 佛像 你都要一一用这个诸法 无我的法印 去给他超越 你不能跳过去 要分析 这个电山 它是怎么做的 你已经养成习惯了 所以你就不会 被哪一样东西卡住 但是一个妈妈 爱她的儿子女儿 她永远没办法接受 她的如幻如化 无常的变化 她宁可每天祈求她 永远活着 永远健康 就像女人对爱情的保护 她就没有办法体悟这个 这一点要 所以我发觉 当然有些人 问题一来 她就没办法超越 因为她没有修行这个 这个能知 也就是刚刚 佛像讲的 见地 当然地讲的是不动 不动 不动的自见 不会 我女儿一定会死 我也会死 我也会离开 我也会变化 存在的东西 没有一样是永恒的 她已经知道 菩萨要有这个 唤心 事实上是接近超越执着了 那才能够真实发起菩提心 所以这里面这样说 能知诸法 那各位就要去分析 要习惯 就像我们修变观 变观是慈悲变观 第二种是用法来变观 万法都是如幻如化 一切有违法 梦幻泡影 各位可以背这个 但是你把这个观修 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 三天都可以 所以我们以前观修无常 苦空无我 观修两年 我大概有两年 被逼的 但是这是我的福报 所以你对世间的一切 就不会那么执着 重点是在弘扬佛法 推动佛教 这些物体啊 金钱啊 道场啊 不会那么想 这有跟我们观修 就会有一点帮助 因为这些东西 所以一片土地给你 你也不会快乐 因为这是说 要做什么 能够放牛吗 对不对 能够做什么吗 因为今天拿十亿给你 你心脏也不会跳 十亿的 只要做什么 因为赶快把它做完 因为对你来讲 没有一个东西 是你想要得到的 空包大包一点 别人称赞你 拥有 做作词 做会长 做联络人 这些各位一定要放 因为你不放下 你做事就没效率 因为你想要保护这个位置 保护这个感情 保护这个感受的时候 你就没有唤醒 可以 那观音菩萨叫 无为心 也叫空观心 这样 那这样你才能够叫菩提心 能知诸法 究竟无无故 再来 无物心 又解释了一次 能知一切 无所有故 这个叫什么意思 你没有拥有什么东西 能知一切 都不是你所拥有的 你可以控制的 除了万法是虚幻 它是没有一样属于你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 都有个归属感 归属感 也就是说 我们要发菩提心 当然要消除我 发执 各种执着 但是我解释的是说 汉传佛教的经典 这些中文 会从几百方面 这样给你解释 对我们有更大的帮助 所以就比较广 比较广 但是这个广 各位要花一点时间 每一条你都要观学 这一条我又没有过关 这一条我又没有过关 甚至说读完以后 比如说十二条 明天开始 你们住同一个道场的每天 你这一条有没有过关 你要互相不要去讲对方的缺点 你要讲这段缺点 因为先讲这个 这个因 发菩提心 身性因果 你只要照这个因 一定达到那个果 但是你要读诵大乘 不然你不知道什么叫发菩提心 会用自己的想法 去认为我已经发菩提心 事实上 修藏传佛教的信息 哪一个不认为他自己发菩提心 不能他修什么藏传佛教 那问题是 他不太了解菩提心是什么 他可能只了解我的法门 我的上师 我的道场要钱 为什么 因为他不够深入 不够深入 这一点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任何的上师的优秀 我们一定要学 那是大寸的广博 一定要深入精脏 佛陀讲的是 深入精脏 智慧如海 这一点很可惜 藏传佛教没有念这个 没有念这个 他可能叫深入润脏 但是佛经讲的是 深入精脏智慧如海 这是我们的戒律 不然你就没办法破过字 只能讨论破过字 所以无误心 一点不是你所用 做一个妈妈都不会这样 这个儿子女儿很重要 每天替他想 替他工作 替他赚钱 所以因为我有一个拥有 有一个依靠 这个依靠没有了 怎么办 所以当然我们带着居士 在修行的时候 居士当然很希望 有所求的去做 但是这是我们要对他 应该要跟他提的 既然我们一起 要发菩提心 那菩提心的形象 严格上讲才几千条 从各个方面去描述 特别在华音经里面 写的特别多了 再来第四 兼顾心 什么叫兼顾心 于诸法中不可动固 诸法 世间八法 爱你恨你 一切变化叫诸法 你如如不动 兼顾心 这一点就相应 一波罗波罗蜜多顾 得安要多多三秒上菩提 所以我们叫菩提卢高山 菩提卢盘山 兼顾不可 所以这个叫安忍 在学术上叫安忍一切 众生忍 法忍 地查法忍 你最后才可以安忍 那这样才有菩提心 只是 这一部 大少子尼前子所说经 各位最好看 因为现在 政治的问题很严重 那这部经里面 特别想了一个国王 每一个国家的国王 他应该用什么方法 来修空性跟菩提心 那事实上这位尼前子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本身 他如何渡国王的故事 如何发怨的故事 如何什么样子 菩提心 所以要这样去了解 第十一 不退心 能证诸法 究竟禁锢 发菩提心 无无名 亦无无名 禁 这个禁 你不能黏着哪一个 能证 诸法 究竟 都是涅槃的 虚幻的 没有一个卡住 你不能说 九十九个我放得下 就零点一 我放不下 那不行 我这个人 什么时间都可以 就不要惹我那一点 这样 那菩萨不能 因为 这里面完全无我 不退 不退就是说 我没有一个我 这也叫无所谓 无畏的 我没有哪一点 你可以攻破我的 因为我只有一个 永恒的 为众生利益大悲心 成佛的愿 没有哪一点 会卡住我的 所以 因为 一切诸法 究竟都是涅槃极尽的 没有一点 可以跳不过去的 那一关跳不过去 有时候 各位这样讲 这个人 你要跟他讲什么 要小心 这个不好商量 他会翻眼 因为他卡到一个点 他有个自尊 他有个脾气 所以他有个面子的问题 这一点不能伤他 那这样就很难 很难跟你谈 这个不能爱面子 自尊 这一点不行 所以 要把自己打到 打到完全没有一个 不能接受的层次 那 那这一点 如果你要真发菩提心吧 就应该如此 第十二 度众生 不生厌心 这很容易了 度众生 不能讨厌 而且 如梭修行故 既然你发起这个心 你要按照这个 真实去做 以外如意 这个叫发菩提心 好 那各位听我这样说 那你就一定要多看大乘景 因为写得非常清楚 而且 讲了以后 对我们 像我自己念过一遍 然后我自己就 就会很认真 虽然我们没办法做到 完全的 但至少这个方向不会退 那你 当然整部经 最好你要花时间把它看完 特别像各位比较年轻出家的 你们忙是可以忙 但是不要没事要忙 你要忙 光在房间就可以忙三天忙不完 你要怎么忙都可以 现在又有手机 那这下完蛋了 但是你一定要把这几部经 看完 所以我那个时候 苗栗花园 我们现在在整理 我是希望 真的有空 你们可以去申请住49天 我们给你饭给你吃 但是你要把这些经典读完 不是在里面度假 逃避 心情不好 那我的意思是说 49天 乃至变成两个月 变成几个月 但是你把 你研究的精湘的精髓 就copy抄给我们 我们就帮你推 但是这些精华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佛头就在你家 就在经典上面 不要往外找 我发觉很多人 在追求民事 追求上师 有些人根本懒得看 就把经典放在那边 他从来不看 但是他有很多理由说 我不懂 我不知道 我用我的个性想法 在做事情 好 这里面写了 如何修慈悲心 菩萨如何修慈悲心 也就是说慈悲观 人母现在讲 你要修慈无量心 卑无量心 怎么去做 经典里面写得非常好 第一个 菩萨在闲境处 清静的地方 独坐 独处厌坐 单独打坐 端身舒缓 就像七只坐一样 结家糊坐 现前观察 心急艳敌 你要去观察 这个世界没有一样 是你可以抓得住了 安住正念心不外援 先要有出力心 然后安住正念 不攀援 做事思维 诸有情被多起 称害 做不善业 虽然我们自己 信音果有出力心 观察了 但是可怜的 有情众生 多起称慧心 伤害众生之心 做了种种 不善业 富长 清静 不善 丈夫 什么叫丈夫 老师 师父 都叫丈夫 因为他以为他是 他的老师 他是伟大 又清长 又清静这些 不善之事 更过来 无状于我 起烟酬想 我发心做菩萨 我想要帮助他们 他们却去清静 这个外道 恶之事 而对我 莫名其妙 害怕我当敌人 当仇人想 或于过去 或于未来 或于现在 岂如是业 所以这些 一般的人 过去也好 现在或未来 他们很容易 清静二知事 去伤害真实 发菩提心 对菩萨 照如是业 所以 我意令 比一切有情 所起称害 接得断除 因为修慈悲观 最主要的是 要断除称慧 伤害 不但断除自己的 也要断除众生 所以我的内心 起了 要让所有众生 所称起的 称慧伤害 都得断除 而令这些 伤害我的众生 令笔坐于 菩提道场 让他们成佛 坐在金刚树下 如是之事 不为言说 这个不是光 讲的嘴巴 我们来讨论 十四菩萨 圣生意乐 随顺思维 这是菩萨 圣生 从心里面 真正的意念 他想要这样 帮助众生 随顺这个思维 你要一直这样想 世民菩萨 能修慈悲 所以我想 我们讲的 当然 就是 这个是 保语经里面 写的这一段 当然 慈是给众生快乐 悲是拔苦 但是他特别 讲的是这些 伤害众生 自己不伤害 我们还对这些 称慧 伤害众生 起了悲心 愿让他们成佛 所以 如来成就 大慈平等 普畏一切有情 如来 于义有情 起于大慈 于一切有情 无有益 所以每一个佛 都成就这个 大慈平等心 普遍 为所有众生 所以如来 对一个有情 起于大慈 不是光一个有情 而是 与一切有情 都一样 在这里面描述 既然我们修慈悲心 那 如来怎么修慈悲心呢 我们要这样去学 要随顺思为 随顺如来 变成一种戒律 所以如来大慈 虽便有情戒 尽虚空戒 然大慈边际 实不可得 这无有戒 现在是 大慈边戒 实不可得 所以叫慈无量 所以每一个佛的 大慈心 虽便有情 尽戒 有情就是 死法戒 当然佛已经成佛了 但是其他的九法戒 都还要继续努力 而且尽虚空戒 虽然这样子 去大慈大悲 但是呢 无有实无可得 也心经讲 以无所得 顾菩提撒多 只管无边无边的奉献 而无所求 如来成就大悲 不与一切身闻 圆绝诸菩萨共 这句话 真正的佛 成就大慈悲心 不是阿罗汉 或独觉 或是所有的菩萨 在做的慈悲 因为如来慈悲 如来与一切 一友情起大悲心的时候 如来对一个友情起大悲心的时候 跟所有任何 包括伤害 伤害他的友情 无有益平等的大悲心 当然就像 佛陀过去 对提普达多 跟对任何人的慈悲 都会一样 骗一些处 所以菩萨能够成就 这种深固的慈性 才叫菩萨 好 所以时间到了 但是各位希望 我的意思是说 就算你没有像今天 有感谢任波切 这种伟大的善知识 来教我们 经典写得好不好 太好了 每一部经 都没有一字废话 没有多一个字 少一个字 你去把它观修 吸收 从文字般若了解 了解以后 观照般若 就像我现在在解释 实相般若 正入这个状态 那你就了 但是不要 以研究为快乐 以研究为高低分别 因为我们是要 去实践在 有情众生身上 那当然呢 在藏传佛教里面 就比较单纯 入浮沙行 三十七宋 就基本跟慈悲 有关系的 其他 不多了 但是汉传佛教 这个大藏经 都会在柜子里面 各位一定要 要求自己 每天 看一下 今天突然两天 没法会 你两天可以看到 两部经 七天 看完一部 华严经 给你三个礼拜 把大波日经 看完 因为你一个人 在认真 很容易 佛就会加持你 记住我这句话 当你在看 佛的脸的时候 佛就进入你心里面 当你在念 阿弥陀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直接 进入你内心里面 老师念佛 一心念佛 当你认真 在看佛的 大乘经典的时候 佛直接加持你 让你完全了解 里面的意思 千万不要看不起自己 我不懂智 我小学毕业 因为那是借口 佛法不可思议 因为 如果有人愿意 既然你要发菩提心 你一定要深入经常 智慧如海 你才能够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我这样说的意思 是希望 我们部分在家俗家 既然我们愿意 承担佛教的任务 不要有借口 一定要 就像我现在讲不到 四十分钟 已经够我用了 我可以用一辈子 何况 我们每天都可以吸收 这么多 你才不会永远在做杂事 为什么 我发现现在一直做很多事 但是它没有产生佛法的效率 我只要说 这个人就是这个做事 他就是他在做 因为他做出来都是那个样子 一个年轻的法师到老了 开了一间寺庙 反正我们都知道他在干嘛 这样而已 因为他没有佛的讯息在里面 只有他个人的思想行为在里面 所以一定要深入经常 这个深入就是这种观修 这个深入就是形身般若 你要进入佛陀的心 所以你要念佛 用诵经 观修持咒 跟佛合在一起 再以佛的心去做社会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慈悲智也好 生命电视台也好 不管你在放神也好 你必须用佛的心去放神 用佛的心去做焉共 对你才有帮助 不然呢 浪费了 重复一个功德 变成放五之鱼 变成一百之鱼 变成两千之鱼 但是对你没帮助 因为你要问你自己 平静了没有 有没有力量去帮助众生 特别我们现在在超度 超度是靠佛的力量 不是我们的力量 你超度 就像刚刚这样念经 跟他说明 他就超度了 因为他的心得到了 很大的佛的思维的加持 经典的直接入心 所以把佛说阿弥陀经 拿来观修非常好 当然你要先了解 把几个善知识 神教武艺大师也好 宾宗法师也好 解说的佛说阿弥陀经 你看过一遍了 然后大概意思你抓到了 你就抓到里面 你懂的意思去观修就好了 这非常够用了 然后就把这个思想 传递给众生 所以念一下来 菩提心 进入空性 利益众生 Ong Aung 其实感谢能莫介德 修为非常有 他经常念 Ong Aung Ong Aung 你会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入我心 阿弥陀佛透过你的心 去利益众生 Ong Aung 然后将来圆满 好 念一下 愿消 三藏 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 稀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好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举重就像跳舞 很奇德吧 面对杠铃 不是硬碰硬 而是找对方法 去面对它 就跟防御一样 面对挑战 我们可以改变接触它的方式 加油 面对未知 我们可以 谨慎以对 面对不安 我们可以 彼此加油鼓励 面对压力 我们可以 主纵后期 我是郭兴臣 我们一起照助彼此 战胜疫情的挑战 团结抗疫 一起为台湾拿下 防疫金牌 台湾 杀滚 L seafood 海窖 0 3 准Q 受制 love 大概一刻钟就说完了 但是母子行起来 就做的时候 可就是终身的事情了 入佛门的开始 是过一三宝 那么以后 或者你发心 受五戒 或者受十戒 或者受 比秀戒 比秀尼戒 就是随个人发心 一般的 受了三宝 受完了 就把它忘了 这个你得不到什么大好处 你得的利益 不能坚持 因为你无论念任何经 修任何忏悔法门 无论你信显教和密教 第一个都要受三规 你念哪一部经 你修哪个密法 都都要受三规 假使说你以后没有相续 其他的经 其他的教法没深入 就一个三规 就够你聊生死了 但你忘了就不行了 你能够昼夜的相识 如果你到晚上 什么事情没有了 要睡觉了 在睡觉之前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神 最少念十遍 就念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神 那么早期 一睁开眼睛 第一个念头 想到是 佛 法 神 三宝 那你就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神 还念十遍 最少 能多念就好了 但是最少不少 有十遍 可你其他的修行 都没有 就得从少三规以来 能够 截不间断地 早晚相识 归于法 归于神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神 最少念十遍 那就从你受三规的 这时间起 你相续不断地 一生都这么 受此 那你就得度了 你为什么要受三规 受三规干什么 你就把佛法 生三规 落实到你生活 当中去 不是管念的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神 归于佛 要一直依靠佛 把我们世界的事 人生的一些烦恼 都请佛给消失了 一归于佛 就这个含义 但是你得学方法 但是你得学方法 你得学方法 比如说吧 我们很多 学了佛了 不知道什么叫佛法 我说这话 可能大家感觉有矛盾 学佛的人还不知道佛法 那我所了解到的 我所知道的 大家所问我这些问题 刚才说了两个 包括全部都是不了解佛法 了解这些个问号没有 什么叫佛法 佛是印度化 不是中国化 没说全 给丢了很多 丢了一半吧 应该具足说 佛陀严 佛陀严翻成我们华言的语言 什么含义呢 觉悟明白 就是觉明 就是佛陀严 那么现在就叫佛 把陀严给撂了 怎么翻呢 不成一句话了 那八个佛就代表了中国化 但是它含义呢 是含着陀严呀 你把陀严加上 佛陀严才能翻到觉明 因此呢 佛就是觉悟明白 要代表佛明白觉悟 我们怎么能达到觉悟明白 学法呀 佛法就是觉悟明白的方法 你要学 你就能觉悟 你明白 所以受三规就是觉悟明白的开始 不是受了三规 入了佛门了 就没有事了 事情还多呢 这仅仅是开始 生死 生死是必然的啊 任何人都得死 他在死的时候 想用佛法 挽救他 这有两种原因 一种他本身很信佛 这个就很好懂 一种他本身不信佛 那你花的力气就要大 花的力气就大 所以 以佛法开始给他 那你得对积 不对积效果没有 还有这个人 不是对一般人 所以佛所说的法 是对任何人都使用 但是 所以他法门很多 八万四千 但是你因人死教 你对病人 不可以这么笼头说 说对一切病人 跟他说法 不见得有效果 你得了解他 了解这个病人的生前情况 你给他说 那就效果就大一点 如果他是个医学家 他对病理 比你熟悉多 你给他讲病理啊 用不着 你讲佛法 讲他治疗不了的 好比乃症 现在有些个乃希仆 没办法消灭 那你给他讲 所以 在因何人 因何因 说什么法 那就对了 不是一切佛法 佛法是很包容 很广的了 这叫对极说法 病人 要死亡的时候 或者已经死亡了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他生前 细练什么 你给他说什么 不是拿一个方法 对待一切人 都去应要 不行的了 含病得中含药 热病得中热药 懂得这个道理了 佛的开思 佛法的开思 是因人而死的 得要死别人 或者死亡 我们给他超度 超度亡灵 一般的说 现在放羊口啊 做做佛事啊 念念钥匙经啊 念念地藏经啊 念法和经能解决问题不 念华经能解决问题不 不是那个法 是执法那个人 念的那个人 念那个人 他修哪一个法门 他以那个法门 帮助这个病人 效果就大 如果是这个病人 一律地给他念念钥匙经 一律地给他放上羊口 解决不到问题了 给他种个善根吧 就是给他拍佛服 只能做到这些个 自卑加分的成功人生 Come on 生命电视台 自卑加分的成功人生